画家萧芙蓉的创作 美丽生动的绣球花 前景是白色玫瑰花 后方摄影家均入其中 每一幅画作都是那么立体明亮 这是云林希罗罗阳文化馆正在举办的个展 罗阳文化馆为于希罗严品老街上 20年来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社区营造 近几年也开始承接平原社区大学的工作 成为地方上的艺术中心 原本它是劫发茶行 所以百年老建筑和馆方收藏的古物 也是旅人的最爱 就是一看进来会觉得有很多层 然后相对于其他的古迹 就是可能一眼看过去 就是整个装潢可能就大概知道那个架构 这种古迹就是可以感觉 好像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索 就会带更多神秘感 期许说这个房子呢 在基金会他们这样经营之下 能够为地方上为希罗的一些小孩子长辈 那住在这边的民众 能够多多认识一些文创 然后多多认识一些艺术作品 提升我们当地所有人的这个艺术涵养 之后就会想要升级为私立的博物馆 成为云林县的第一座博物馆 官方表示社区营造活动 原历和老屋的修缮 都需要大家的帮忙以及投入 这也是老建筑华丽转身需要突破的困境 新唐亚台电视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